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同看了一部24小时加长版本的真人秀综艺 可是 搞笑归搞笑 在这部剧里面还是有不少精彩的情节 而且 虽说剧集略显夸张 不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审美偏好 但是女主角的演技一点也不让观众出戏 她所饰演的小作金正书役 发挥空间受限 但是依然演得驾轻救赎 令不少网友表示 有白露在的电视剧总是很安心 在《以爱为营》中 从几个镜头就能够感受到白露的演技 第一个镜头是她和自己的朋友一起谈论实验的时候 朋友非常夸张地描述她的容貌 表示她是一个倾国倾城大美人 连自己看了都招架不住 本身这样的台词很容易给人一种出戏之感 稍微功底不足的女演员 演这样的角色就容易显得很尴尬 不过 白露却十分淡定 脸上似笑非笑 看她气定神贤的表情 观众也能够自然而然地跟她共情 感受到她闺蜜这句话只是在插科打混 用看似夸张的话语抖了个包袱 而白露淡定的反应 也正符合她角色美人的人设 很自然 绝不拖腻带水 这也很符合原著中搞笑女家小作精的设定 国产剧中对美人的夸赞 本来只是一种夸张 搞笑的说法 并不一定需要女演员有多么的天资角色 只要能够自言其说 令观众看得不尴尬 就足以见到她的功底了 在剧集中 王赫迪摇下了车窗 车窗外面便是白露的那张脸 白露瞪大眼睛望向王赫迪 拧住嘴 神色间有一丝紧张以及青涩 此时 他和王赫迪还没有见过几面 对于这位身份高端的男总裁 他也没有完全拿捏清楚对方的金两 所以眼神里面写住警惕和脚侠 之后白露正要进行采访 突然听到一声咳嗽 随后从逆光中走来了王赫迪的身影 王赫迪一直走到白露跟前才停下 而这样的戏份由于过分的夸张 演员往往都会笑场 不过白露并没有憋笑之意 聪明通透如他看到王赫迪的那一刹那 便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一切都是他安排的结果 于是在他的表情上也体现出了一丝愉怒 随后脱口而出对王赫迪的质问 这一幕的他就像是一只倔强的小兔子 眉头微拧眼神严肃 脸部正面对着王赫迪 把对王赫迪的质问和不满完全体现在了脸上 从这一镜头馆中窥豹也可以看出 他和王赫迪的感情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 而且整个过程也是把自己的形象拿捏得恰到好处 完成了情感的转变 白露的演技在新生代小花中一直算是很拔尖的 看周生如故的时候 很多人完全带入了他的角色 为他的美貌深深的共情 前期的他是温柔的千金 后期的他为爱义无反顾 尤其是身穿一袭红衣在雪地里的纵身一跃 瞬间引发众多人的共情 而在现代版的半世秘堂半世商中 他则是演绎了一个韩戏女孩的形象 虽然剧集的设定同样是职场大美女 但却演出了不一样的韩戏女主风味 每一句碎碎面都很可爱 挑途又灵动 跟罗云戏之间的互动也限杀旁人 在众多的小说原著IP中 都有倾国倾城这样的设定 实际上 大多数女主角很难做到在颜值上完美符合人设 白露属于代言戏 也很难美的雅俗共赏 不过 由于她的演技 台词很好 自然而又流畅 所以可以轻松的支撑起这些角色美人形象 令观众看了不出戏 由衷的感慨一句她好漂亮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